妈 儿子 你慌什么呀 我跟你说一件事 什么事啊 妈 是我谈个女朋友 我想要跟她结婚 什么儿子 什么时候谈到女朋友啊 我怎么不知道啊 和结婚 妈 我和她谈了有一段时间了 这不我们两个商量结婚吗 所以现在准备告诉你 之前没告诉你妈 不好意思啊 儿子 你这也太突然了吧 你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啊 这也太突然 这么快就有结婚 哪能说结婚就结婚啊 你得了解了解人家 不能光看表面 妈 我都和她谈了有一段时间了 觉得她人非常不错 妈这样你放心 她甜品肯定好 好不好 你怎么知道啊 现在的女人 都用心机 万一 都咱们家的钱呢 妈 这怎么可能嘛 这么多人 她都不知道咱俩的情况 再说你也心软 心也又好 你上当受骗了怎么办 这咱家 也娶媳妇 可是个大事 妈 过这一关 过不去 你就别去结婚 妈 你要相信我 她这个人非常好 和她相处这段时间 她人非常好 你就相信我这一次嘛 我又不能骗你 儿子 你是咱家 唯一的独民 这起媳妇可是个大事 这妈看不好 就是不放心 哪天有时间 你领家 让妈看看 看行不行 人品咋样 那行吧 等过过两天 我把她领过来 儿子 先别往家带 我跟你说 啊 妈 这样好不好 你 这样 行了儿子 妈不会害你的 听妈 听妈的话 那好吧 儿子 就这样办 明天帮她带回咱农村老家 还要是真像你说的那样好 妈就每一家同意你们结婚 妈 你这件事 我肯定相信她 她绝对不是那种爱慕虚荣的女人 我对她很有信心 她要是那么好的话 妈也放心啊 太好了 行 妈给你做点好吃的 行 小小 你看前面就是我家了 小五 你家不是城市的吗 怎么在这农村啊 小小 我这一直没告诉你 其实我家是农村的 啊 农村 农村其实也挺好的 你看 这空气比城市要清新多了 是啊小小 我还以为你会嫌弃在农村呢 怎么会呢 你看啊 我觉得农村的房子 就比城市的要漂亮得很多 现在城市都是小区房 我还是觉得农村还安静 那不说了 走 咱下回家 那不是我吗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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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家 哎妈 你怎么在外面呢 嘿嘿嘿 妈 你别别玩了 阿姨 阿姨 别玩了 别玩了 小五 你妈是不是 小小 这我妈她脑子有一点傻 你别见怪了 小五 你妈脑子有点傻 之前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你怎么没有对我提起过呀 小小 我妈这件事 我不好意思跟你说 我害怕你嫌弃我 小小 你不知道 自从我爸起这以后 我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原来你们家还有这种事情 对了 小小 我先去做饭了 你先陪我妈说点话 我先走了 行 你去吧 我在这里陪阿姨 阿姨 行 好了 来 放这上面 好 阿姨 来 起来吧 别坐在地上了 地上特别凉 来 来 不 不 地上好玩 好玩 阿姨 地上脏 来 好玩 我不 来 坐这上面 坐这上面 这 这 这脏 阿姨 好玩 好玩 阿姨 阿姨 你看 这地上都是土 把你的衣服弄脏了 来 我们坐在这里 这里干净 来 好玩 好玩 啊 阿姨 把衣服弄脏了 来来 快起来 来 阿姨 不行 不起 起来坐在那里 行不行 不行 我就坐这 这好玩好玩 这不是好玩 你看 地上特别臟 有小虫子 怕你衣服里面了 怎么办 来 我们坐在那里 来 起来 不好玩 这不好玩 来 听我的 这有水 行 喝水 行 阿姨 喝水 来 放这吧 阿姨 咱也起来坐那里 行不行 好 我给你盖上 好 来 先站起来 来 慢点 来 坐这里 这里干净 阿姨 你也挺可怜的 自己一个人在家 挺孤单的 小五工作忙也不经常回来看你 那个阿姨 等我以后 以后我多出去时间来 过来陪陪你 好好好 回来陪我玩 陪我玩 阿姨 等我以后 跟小五结婚了 我就把你接到城里面住 咱们三个一块生活 然后我照顾你 来来来 这个别套头上 像这里 阿姨 阿姨 也确实挺可怜的 老伴也没了 脑子也有点不正常 看来以后 我得多替小五分难分难 多照顾照顾阿姨 阿姨 别玩了 咱回屋吧 估计小五该做饭了 我们去吃饭 慢点 来 阿姨 坐在这儿 来 阿姨 儿子 阿姨 还知道叫儿子呢 妈 怎么叫我呢 快坐 妈 阿姨 你 你脑子 你脑子没问题啊 姑娘 阿姨 脑子没有病 其实刚才啊 我是在试探你呢 不好意思啊 什么试探 阿姨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姑娘 我这儿 试探你 挺不好意思的 你不要怪我啊 你看 我们家 就这么一个儿子 他爸老多久走了 我总得 为他的事操心嘛 所以才试探你 阿姨 我就说呢 我跟小五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我也没有听小五提起过你 阿姨 其实你也不用试探我 我跟小五在一起 投资是他这个人 并不是他的家庭条件 你看 我儿子 他真老师 我就怕他上套受骗 现在的女孩子 都拜金 我还没别的意思 其实我们家条件也挺好的 城里边有房子 这是我们老家的房子 现在 我还能看得出 你是一个很不错的女孩子 我儿子 挺有福气的 阿姨 既然 物位都解开了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我跟小五在一起 是托得他的人 其实我觉得 家庭条件 家庭背景 都不重要 只要我们两个人 在一起幸福就行 是啊 妈 我都跟你说了 小小不是那种女孩 你还不信 嗯 行了儿子 妈知道了 找到这么好的女孩 妈放心 那个阿姨 这下你放心 小五跟我结婚了吧 等到我们两个结婚了 你也跟我们搬进来一起住 我们一家三口团团圆圆的 挺好的 你们俩结婚 妈姨没意见 你那边有什么条件 尽管提就行 我们的条件还是可以 妈再给你们买套房 行吗 阿姨 其实这些我觉得都无所谓的 两个人以后在一起幸福 一家人在一起开心就行 那阿姨 没什么事我们去吃饭吧 就是什么 别说了 我饭都做好了 都快点了 走 喂儿子 喂妈 我跟你说件事 你看最近女儿媳妇她工作忙 出差了 我呢 在家也没什么时间 我也得上班 你看这孩子还这么小 我就想着啊 让你来城里 帮我们照看孩子 你看怎么样 妈 当然可以了 儿子 妈什么时候过去啊 妈 那你有时间的话 就今天来吧 去不需要我去接你啊 那行 你不用接了 我自己去 行行 我终于能去城里 看我大身子了 回去 收到收到行李 这哪是哪呀 我记得儿子 儿子家就在这一块儿啊 这楼这么高都一样啊 哪一家是儿子家 哎呀 哎呀 天啊 儿子 妈 这天都过来黑了 你在哪呢 儿子 我到城里了 我就是还没摸到你们家呢 妈 你不是来过一次吗 怎么就 哎呀 你等着吧 我下去见你 嗯 那好 这厨里 变化太快了 这跟农村哪一样啊 这儿 在这儿等儿子 妈 我在这儿啊 儿子 你不是 你不是知道的地方吗 我说我见你 你还不让 妈 上次来过一次 不是这样啊 哪不是这样啊 不就是 多了多了几间屋子吗 那个就是门口吗 嗯 就是前面那门口啊 走走走 回家吧赶紧 这都快天都快黑了 走 妈 妈 你在家好好看孩子吧 我这儿还有点事 我得 赶紧去上边去了 行 你去吧 这儿等孩子去了 你想吃点什么 你自己做 妈知道了 你去忙吧 行 那我走了 你没事你别出去 你看你一出去就迷路 还得到处 还得找你 万一走丢了他怎么办 行 妈记住了 在家就行了 别出去啊 我走了 我的大孙子也睡着了 那个尿不湿 没有了 这儿要补买的话 都该凉了 儿子整天那么忙 不麻烦他了 我自己去找着买 这大城市 这路那么多 我出去了 万一迷路了 回过来怎么办 儿子又该挤了 有了 来 这一个垃圾子 挂上 这怎么越走越不像啊 这路 这路 这越来越遮啊 我这是在哪儿啊 喂妈 儿子 怎么啦 怎么了 儿子 我好像又迷路了 是我又摸不到家了 是 妈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走的时候怎么安排你的 让你别出去别出去 那孩子呢 你把孩子自己扔家里了 孩子睡着了 不是没有尿不是吗 我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那你没有你不会跟我说啊 你说你 现在又走丢了 不让你出去别让出去 你不是工作忙吗 不想麻烦你 那你现在在哪儿啊 我也不知道她在哪儿 行行行 我 我去找你 你可真会给我这麻烦 我妈真是的 这么一大把年纪的老糊涂了 走哪都迷路 是 我儿子找我 你找不到啊 我都不知道在哪儿 小姑娘 大妈 怎么了 麻烦你一下 给我儿子打个电话 他来找我 我不知道这是哪儿 请求你帮忙 你告诉我 行没事 喂 你好 这是你母亲的手机 她现在迷路了 她找不到你了 您过来接下她吧 对 就在电话花园后面 好 大妈 你儿子啊 一会儿就过来了 真的 你这拿的是什么呀 谢谢你啊 小姑娘 这是我画的图 我怕 找不出回家的路 我就在这儿画了 这是卖 苹果 卖菜的地方 这边是个垃圾桶 我怕记不住路 就标了一下 哎 我这年龄大了 还是没记住路 大妈 你看你一个人 也怪不容易的 你别看了 我已经啊 给你儿子打个电话 他马上就来了 我在这儿 陪着你等他 好 谢谢你啊小姑娘 没事 本来这次出来 是给大三子买尿不是呢 哎 结果就买着这菜 大妈 你看 哎 这你儿子真是有福气 有你这么一个妈妈 老了也不行了 妈 妈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我不是不让你出门吗 你看你又跑丢 这位大哥 你怎么能这样说大妈呀 他为了找你 在这城市里面 转了一圈又一圈 本来老人家的记性都不好 在这里都迷路了 你不好好照顾他 赶紧来接他 你还这样子说你妈 可是我妈他记性不好 自从来到城里 老是迷路 哎 我不让他出门 非要出门 你要买什么东西 跟我说不就行了 你把孩子自己扔家里 万一出点什么事怎么办啊 你可真是让我怎么说你啊 你怎么能这样说呀 这阿姨出来也是为了你好呀 这出来给你买点菜 还不是怕你吃不好吧 你知道阿姨一个人在老家 是怎么过的 来到城市里面 千里迢迢过来 这么远的路 啊 他还找不到家 你看看你妈画的地图 你是怎么到儿子的 你看到难道不心酸吗 妈 你怎么还把这路给画下来了 儿子 妈不是也想学习一下吗 自己能走回家 不是省得麻烦你找我 妈 你看 你来到城里 连路都不认得 都怪我 疏忽了 我老是觉得 你来到城里 不出门就行了 我却没有想着 怎么教你这路 都是我的错 你看你 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了 我也没想过 在城里 你会不习惯 都是我 只顾着忙工作 对不起 你看 从小我爸就不在了 你一个人 把我养大也不容易 自从我来到城里工作 从来也没回家看过你 现在你来了 我也没好好陪过你 只让你在家 像保姆一样 使唤 让你看孩子 行了 大哥 既然你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了 以后对阿姨 多关心一点 这毕竟 这城市不比农村 农村的路 他都记得 城市的路 像我们年轻人 还有迷路的时候呢 阿姨 既然你儿子已经来了 那没什么事 我就先回去了 我相信 您儿子以后 一定会多出时间陪您的 那我就先走了 谢谢你 小姑娘 谢谢你啊 妈 你放心 以后 你去哪儿 我都陪着你 我跟你指路 等以后 你自己认路了 你可以自己出门的 妈 你拿着这什么呀 本来是个大生子买料不是的 也没找到 买点青菜 你看你那冰箱里 都是面包泡面什么的 都没有营养 妈 谢谢你 妈 走 咱们回家吧 走 妈 祝我 谢谢你 谢谢 你 说 你 都没有 还